你喜歡吃麵包嗎? 冷凍過後的麵包升糖指數會下降 吃了比較不會變胖嗎? 大家好,我是Vivian 之前有分享過歐洲臨床營養期刊中指出 麵包冷凍過後再吃,升糖指數會下降 而我實測,退冰後的冷凍包子的血糖波動 確實比加熱過的冷凍包子來的低 今天我就要直接吃冷凍過後的麵包囉 等一下我會先測空腹血糖再吃麵包 之後測餐後一小時以及兩小時血糖 並算出血糖波動跟大家分享 我們開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5 冷凍的可送麵包,我要開動囉! 硬的 吃完囉,等一下測餐後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136 餐後兩小時血糖 餐後兩小時血糖86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我每次的分享喔! 做一下數據分析 吃冷凍的可送麵包 空腹血糖85 餐後一小時血糖136 136-85等於51 所以血糖波動51 餐後兩小時血糖86 我今天吃的可送麵包是在佳樂福買的 我放了冷凍酷冰了10個小時 它的碳水量是32.7克 要算2.2份糖類 熱量是237大卡 之前是因為別的頻道的李婉萍營養師說 減肥可以吃可送麵包 我才去買來測血糖的 而常溫的可送麵包 測出來的血糖波動是57 今天吃冷凍的可送麵包 血糖波動是51 冷凍過是有比較低啦 但是比起半碗白飯兩份糖類的血糖波動30 以及退冰過的冷凍包子 血糖波動32還是高很多喔 所以如果一時失心風想要吃麵粉類的話 不如吃退冰過後的冷凍包子好了 關於冰的食物生糖指數可以下降的議題 目前只有冰香蕉下降的最多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上方的影片喔 另外每個人測出來的血糖都會不一樣 我的血糖數據僅供大家做參考喔 最後提醒大家 吃完東西的血糖波動不要超過30 比較不會刺激胰島強烈分泌胰島素 導致合成脂肪抑制脂肪分解 對於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較有利 總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與熱量攝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遠離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